杨其良啊 他跟这个卢沟桥事变啊 他跟他这个哥们高万德 把兄弟吧 主要靠的是那个高万德 他爹高士一的那个 大地主大士绅的那个势力 还有钱财 高士一的有一个侄儿 都让日本人好像用那个狼狗给咬死了 就是说那个 作为人质啊 让他们放弃抵抗日本人 结果他们不干 就把他一个侄儿好像用狼狗咬死了 好像是啊 后来给他们这个部队 从那个华北 冀中平原一带给调到那个陕北去了 就是那个 保卫陕甘宁吧 叫留守兵团吧 叫什么 你看还说这个 进入西宁的时候 那些流散在这里的 红军的西路军的女战士 是怎样哭诉 他们遭受的非人的摧残 侮辱和蹂躏 实际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49年48年吧 大概那时候 国民党快不灵了 当时他们这部队 好像叫第一军吧 就到了这个青海 省会西宁 实际上那个西宁啊 像这个青海啊 甘肃啊 那是马步方 马步青 马洪魁 马洪斌 所谓的西北武马 这个回民的范围 这些女兵呢 实际上是嫁人了 为什么嫁人了呢 1935还是1936啊 大概那时候组织了 不是一个西路军吗 西路军就想着打通国际通道 就是往新疆那方向 想跟苏联的那个中亚连接上 结果打不过人家 因为你进的是人家西北武马的 这个是这些回民的这些军阀的地盘 人家当然要跟你打仗啊 对吧 所以好多的这个女红军 可能有上千个 就被人俘虏了 俘虏之后 这些人没给杀掉 就强迫他们嫁给那些回民了 当然是军人 有的是连长啊 什么之类的 就嫁给这个马家军了 对 他们叫马家军 给人家生儿育女 他为什么哭诉啊 哎呦 这个哭的哭添抹泪了呀 因为你跟共产党的敌人 那会儿叫红军 后来叫解放军 你跟你的敌人睡觉 还跟你的敌人生孩子 跟他们结婚 在一块儿过了 应该有个12年左右 你不哭诉 你不表现出忏悔 或者说表现出这些人 啊 他们强奸我了 他是强迫我的 我在这受了好多罪 你要不表现出这个来 共产党可能把你就给宰了 对吧 或者认为你是敌人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说的特别可怜 把这马家军说的特别的可恶 可恨 可耻 明白的意思吗 这是为了解脱自己 表面上以为是说自己人来了 实际上可能你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这些人是把这些红军都给取到家里去了 当然这些红军基本都是汉民 基本都是南方来的 湖南人呀 福建的 闽西的呀 江西的 干南的呀 都是那些老根据地的人比较多 可能也有湖北的 对 对 他主要是张国焘的人 张国焘的那个 因为为了打击张国焘的力量 弱化张国焘 所以是四方面军 厄欲晚的呀 就是安徽的什么金寨呀 陆安呀 什么河南的信阳啊 湖北的黄安麻城啊 反正就这边的人比较多 也有一部分四川的宣汉的 广源的 间隔的 因为张国焘他们不又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吗 在四川的北部 这个陕西的南部 就这边人应该是比较多的 反正无论如何 其实是跟他们过日子的 只不过你嫁了回民 可能会给你洗个肠子 以后你别吃猪肉了 你吃牛羊肉 对吧 估计也就这么点事啊 是吧 这东西蒙不了我 我有经验 他们这个回民的事我清楚啊 朵斯提啊 朵斯 是吧 以妈你 乌玛 是吧 接赌 对吧 这都是我都没有 是吧 这个这个什么 是吧 礼拜五 是吧 叫朱玛 阿布塔能朱玛 阿布塔能比鲁 西伯仙拜 居宣拜 是吧 晋四 哈吉 阿拉法特山 克尔白天房 朝晋 对吧 这些事我都懂 杰哈的 对吧 所以 这个共产党军队 这个 就是我们老家那拨人 因为杨其良就是我们老家人 我们老家的这拨共产党 他们有好多 最后就落在青海了 在青海当官的 现在都到了他们的第三代 甚至第四代 在青海的官场上 还是这个河北白杨店这边人 有一定的优势吧 当然不是全部 这个我怎么知道呢 我偶然知道的 因为原来我不是写博客吗 我有个新浪博客 从08年的4月5号清明节 到16年底 给我给封了 我那博客 然后 就是有一个 在我的博客上 给我留言的一哥们 通过博客 我也认识了好多人 有一个姓徐的 是我们老家人 最后一聊天呢 他老爷 他亲老爷 的妹妹 就嫁给了我们这个家族 就是我爸那边 文安县 文安县的人 所以这一聊天 反正是 算是亲亲套亲亲吧 我跟他叫表哥 这个人是在石家庄那边 做外贸生意的一个老板 他说他的表哥 还是什么人 就是青海省旅游局的局长 好像是唐哥吧 也姓徐 都是他们老徐家的 就是白洋店这边人 都是当年跟着高十一 杨其良 也是跟着贺龙 王上荣 他们 从白洋店 然后 所谓叫打日本 所谓叫打日本 其实八路军 在华北这边 不是百分之百的不抗日 跟日本人也打 但是打了几回之后 打不过人家 一开始的好几千人 在河间 人家这机关枪 然后大炮 呼啦就散了 就溃散了 好多人就跑回家去了 后来又慢慢把人聚起来 反正这个过程也挺复杂的 他们也抗日 当然也跟国民党 也争夺地盘 这句话 这种事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吧 所以这个 当然我要这么说 很多人又该骂我了 又该说 你他妈替共产党说话 我不是替共产党说话 毛泽东 当然他主要的方针 是这个 不让八路军跟日本人打 他知道也打不过 然后他主要是抢国民党地盘 彭德怀 百团大战 为什么 毛泽东后来批评他 包括把彭德怀打倒 这个算罪状 罪状之一啊 就是所谓的暴露了自己的实力 而且他不让他跟日本人打 就把这实力都留着 跟国民党来争夺江山 对吧 抢地盘 发展自己 对吧 但是底下的人 不是百分之百听他的 或者一开始 他也不可能把话说得这么明 底下人 有的人 就觉得我们是中国人 应该抗日 所以这里边的问题 可以分好几个角度 我们来分析 不是百分之百的啊 好 感谢观看